大家好,港股又再試上次低位23,700左右 都是彈一彈的 但我中線都是繼續看淡 我覺得要再試新腳23,000點才算 但上次低位23,700又是兩隻腳 今次的反彈可能上回24,500或24,600這個位 所以不要追打落水狗住,不要一跌就立刻追股下去 反而在23,700這些位置或24,000這些位置應該做好倉 看看是否站在24,000點 過股方面留意一下電動車 因為那些銷售數據仍然比較飆青 所以在整個港股裏面 沒有什麼意欲被反彈,沒有什麼過股買得下手 都可以留意一下電動車 至於外圍方面,中美貿易戰 之前大家很擔心 但我覺得距離第一次協議的階段 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這麼早吵架,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幫助 至於口服疫苗方面 其實對經濟都不是壞事 雖然我不知昨天對得這麼厲害 就清晰這件事 再加上恆大好像有轉機 所以市場可能會反彈 當然新增的風險都有 包括花樣年還錢 這些對市場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未必太大 接下來要準備定A股服市 看看A股服市會不會在黃金周銷售數據帶領下 做好一點幫港股有一個可觀一點的反彈